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接二连三的推出了各种新车 我身边的这台星月S 它不能算是一款绝对新的车 因为它只是在星月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那么相比于星月它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就是在动力部分 它取消了星月上面的1.5T动力版本 增加了一个2.0T低功率的版本 现在这款车上市一共有4款车型 两款匹配的都是2.0T的低功率版本 加上7速双离合变速箱 还有两款就是2.0T高功率的版本 而这个动力版本和星月是一样的 动力参数也是一模一样 而且匹配的是i新的8AT变速箱 今天我拿的这款试驾车是顶配车型 还搭载了AWD的四驱系统 相比于星月它其实在外观方面也有一些变化 就拿我这台试驾车顶配车型来说 它在前脸方面就有着非常醒目的 电光绿色的 类似于磨爪的一个装饰条 据厂家人员介绍 他们现在确实也正在和运动饮料 磨爪商洽合作 另外在前脸方面 还有它采用了一个新的榆林式的中网设计 仔细观察 其实这个中网是封死的 散热完全靠下方的一个散热口 还有就是它采用了ADB矩阵式LED大灯 这个在同价位车型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来到车身侧面 它的车门下方同样是增加了一条电光绿色的装饰条 上面印有CMA超级母体的字样 车尾的变化同样是非常小 依然采用了双边共四处式的排气 但是现在这个排气增加了一个黑滑处理 内饰相比于星宇来说 在造型上并没有变化 只是材质上有所不同 比如车内增加了更多的麂皮材质 还有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采用了更多电光绿色的装饰 比如这个饰板 座椅 挡霸 还有这个空调的旋钮 当然了 还有这个炫酷的安全带 在配置方面 它也没有太多的升级 但是如果你选择书响套装的话 它其实增加了一个Face ID的功能 另外整车还支持FOTA的匀升级功能 它的排气增加了一个阀门 现在呢 我选择的是运动模式 听到它的排气声量 其实变得更加浑厚了 然后我切到舒适模式 排气阀门关闭 变得和普通的星宇一样了 星宇S搭载的依然是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最大的功率呢 175千瓦 峰值扭矩359米 匹配的依然是爱信的8ET变速箱 然后这台车采用了四驱系统 那整体开起来的感受呢 其实真的和星宇差不多 转向呢也比较轻盈 然后这台车就是刚刚讲过的 它有一个排气声浪 一会儿绿灯起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瞭瞭地体验一下 这边有声音 现在我用的又是运动模式 加速的时候呢 你可以听到明显的这个排气声浪 它和领克一样啊 其实在你深踩油门加速的时候 这个排气管都会传出那种 嘶嘶那种略在沙哑的感觉 那我觉得呢 这个声音 其实不是特别的带劲 但是在静止的时候 如果你给一下油门还是挺棒的 那接下来赵仲说一下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 它有很多种驾驶模式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运动模式 在这个运动模式下 仪表会变成红色 确实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这个驾驶欲望 当然这个欲望主要是来自于声浪 其实它的油门响应比舒适模式 还有经济模式的时候 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现在我们调到这个经济模式 瞬间我就觉得这个油门踏板 确实变得迟火了很多 那我还是用舒适模式吧 在这个模式下呢 它的排气声浪也不那么的吵 然后整个驾驶起来是比较轻盈的 关于转向 还有底盘部分 吉利厂家的人员说 星月S这个车呢 是由路特斯的团队参与调教的 我印象中路特斯不都是做一些跑车 而且他们的车不都是没有转向主力吗 或者是机械转向主力 那这台车是很显然的电子转向主力 路特斯的工程师 难道能够把它调教得特别激进吗 当然不会 你开起来还是那种家用SUV的感觉 它可能比一般的SUV要稍稍运动一点 在舒适模式下转向还是比较轻盈的 当你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加重 但是还不至于说特别的重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星月S这台车 它的整个驾驶辅助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 首先在这个中共屏幕当中 有一个360度的一个环式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360度 它还能采用一个透明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车底 车身四周 车前车后整个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而且很好用 另外它还有一个车道保持的一个功能 现在我行驶在这个公路上 两侧有很清晰的这个车道线 然后车就一直保持在这个车道当中 来进行一个行驶 总的来说呢 星月S这款车呢 相比于星月来说 我觉得提升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确实在排气声浪的营造上 还有外观内饰的一些小细节上 能够抓住年轻人的胃口 那相比于竞品或者合资品牌来说 我认为在20万以内的区间内 中国品牌现在进步太明显了 几乎没有太多的短板 如果您正在这个价位考虑选车的话 不妨好好看一下 中国品牌的车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